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为美股带来支持 杜瓊斯指数计前一个交易日升超过400点之后 持续向上一度升过96点 收市升幅收窄至到26点 收报17804点 整个礼拜计道指累积的升幅有3% 至于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点 收市报4765点 整个礼拜计都升超过2% 而标普500指数上升9点 收市报2070点 整个礼拜计上升3.4% 创10月以来最大单一星期的升幅 接着看看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就是上升的 见到汇控至合港元教本缸收市价上升0.45% 中移动上升0.1% 中海油上升4.16% 至于中石化上升3.39% 收报6.3% 中联通上升0.44% 收报10.55% 中人秀上升0.36% 而中石油上升3.43% 收市报8.67%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上升79点 收报6.545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下跌24点 收报9.786点 巴黎剑指数下跌7点 收报4.241点 商品价格方面 油价显著回升 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对油价作出乐观预期 推动外围油价低位反弹 纽约企油收市报每桶56.52美元 上升2.41美元 升幅超过4% 但油价在12月仍然跌幅 累计整个月都下跌1.5% 而伦敦布兰特企油 早段曾经高建62.55美元一桶 收市报每桶61.33美元 上升2.11美元 升幅超过3% 整个月来计都跌幅有1.2% 至于金价方面 仍然在1,200美元下反复 美元汇价呈强无阻 外围金价星期五轻微高收 纽约期间收市报每盒1,196美元 升1.2美元 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偏强 美国联储局和其他主要央行 在就住货币政策方向背策 预料在加息因素之下 将会带动资金流入美国 对美元带来支持 美元兑港元7.7538 日元119.422 欧元1.2224 英镑1.5627 至于瑞士发行方面 就是0.9839 加元1.1604 至于澳元0.8145 楼元0.7736 美国国库债券10年期债券去到2.16厘 30年期债券去到2.75厘 外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时间交回给阿玛 谢谢你 黄雪盈 我身边的嘉宾就是我们的事务总监 郭施智 郭尔在旁边和大家说说外围和港股的最新情况 郭卓早早 早 先看美股方面的情况 刚刚上周五看到美股 连续三个加月日已经高收 延续大家对于刺激 加息方面的情况的时间表 气氛大家都刺激到市场投资的势头 看到油价依然有反弹 理好能源股板块的表现 道指上加月日升了27点 在17,855点收市 迫近了12月上旬 创出的历史新高就是17,991点 郭Sir 其实美股方面的势头 会不会继续走强呢 你现在会不会继续破顶 很难说 因为现在这分钟 美股累积的升幅已经不小了 其实道瓶斯指数 一直在创历史的高位 但同时近期的上升 也有点升近上升通道的顶部 一般来说到顶部 代表意味着回吐沽压是比较重的 很简单说 由15,855点升到17,991点 是由10月中升到12月初 这个小升浪累积的升幅是2136点 其实急升过后有点回吐和反复是很正常 当然直到现在这分钟 导致去到低位 17,067点已经止步了 即是技术上跌到现在这一分钟 可能已经完成了短时期的调整 但问题是要走回上去 要再穿顶 甚至乎进一步向上推 其实来说不是说不行 但当你去到上升通道顶部的时间 亦都意味着回吐沽压 亦都会漸漸重现 不过去到12月下旬的时间 由于市场的力量比较大 尤其是流动资金亦都相对比较重 加上联储局长耶伦亦都表示了 暂时利率的变化是不会太急于上调的 这点可以理解 像俄罗斯那样 经济已经有可能在明年达入衰退 欧洲情况也不是太乐观 在周边环境仍然不太好 如果外国外言加息 其实有一定的风险在 所以我亦都很相信 联储局要加息的话 他会看着整个市况才会进行 就算是加息 其实我在很多文章里说出 每一次当你加四分一利息 换句话来说 步伐是相对比较慢 以现在联邦基金利率是0到0.25来计 如果你说上条四分一次的利率 每一次加四分一次来的话 你去到1到1点点来 是要加四次 我相信条路也是很长的 所以未必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反而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这个就支持到美股一步一步向上限 加上流动的货币充裕 实际上来说是有利美股逐步向上推升 不过始终是高台 所以任何的上升 去到某个技术上的高位 一定会有回吐、会有整固 反而这样有利在通道里面 逐步向上推升 直到现在这分钟 有一点可以看到的 就是整个逐步向上 找历史高位的势头是未变过的 即是只要杜瓊斯指数 即是导致不跌穿上升通道的底部 整个逐沉顶的格局根本上没变 好 谢谢郭Sir 对于美股方面的分析 看到行展跟随外围方面做好 经家时短升了147点 在23264点高开 现时这刻继续上升势头 升183点续23300点 升幅接近百分之一 国企指数 升幅103点续11504点 大股成交暂时56几 内地方面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 暂时讲讲上升指数 现在升幅27点续3135点 稍后回来继续跟郭Sir聊聊 港股和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先休息一会